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參加網路節目開講 合體前台南市議員謝龍介 男人細數市政政績 不過說到一半 侯友宜卻脫口說出這段話 原本要替謝龍介落選市長抱不平 但意指台南人有眼無珠 這番話失言引爆台南民眾怒火 在針對台南市民 就是好像都是傻子一樣 總統他這樣的格局 我覺得是非常的不適當 2022當時市長選舉 國民黨的謝龍介挑戰爭取連任的 民進黨黃偉哲 最終以四萬六千多票 差距落敗無緣市長寶座 侯友宜想替謝龍介說話 勸拿台南市民開刀 甚至調侃沒張眼睛引起眾怒 為昨天晚上的失言 向台南市民道歉 這完全沒有民主的精神 侯市長的這一段話 也正足以說明 國民黨真的沒有民主自由的DNA 要選總統的人 我相信要的是能整合台灣 不是撕裂台灣 在那邊批評人家選民沒有眼鏡 我覺得其實這個高度太漏了 沒有當選就失去風度 痛批民眾沒長眼睛 這就是最缺乏民主素養的展現 侯友宜的故鄉是嘉義 嘉義也是民進黨長期執政 那請問侯友宜 在台北人 沒有人是沒有人 心情一極 用語不是很精準 但是聽到台南的心 都永遠不變 所以我也對用語不夠精準 來忠心的道歉 侯友宜忙著消毒 不讓濕鹽繼續延燒 這個道歉有辦法止血嗎 韋傑議員再去用徵招沒幾天 結果侯友宜 侯市長 是不是得意忘形 這樣就說不對了 他要討勒謝龍姐 結果居然去罵台南人沒眼鏡啦 那謝龍姐也附好說還沒服氣 這一句話 這是不是開地圖炮啊 你才剛剛這個受到徵招 結果現在就搞得台南人不高興 來 韋傑議員 當然我覺得他現在作為一個總統的一個 被國民黨提名的一個候選人 當然在用詞上本來就要比較 更謹慎小心 尤其大家一定都用放大鏡來檢視 當然我覺得因為這是侯友宜市長 他有些時候因為他講話 會臨時改用這個台語來進行 有時候當然台語的進行會比較 這個比較草根性會重一點是難免的 就像剛剛主席有時候還是會講一些 比較草根性的話 但他其實他的用意只是說 這個大家沒有讓謝榮介當選 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但這個比喻確實不恰當 我說真的 因為我剛剛提到 你現在已經是一個總統候選人的規格 在用字潛質上都要避免讓在地的民眾 或是說讓民眾誤認為說 你在嘲諷我或是說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想剛剛市長也有提到說 他未來還是會 這個部分會謹言盛行 我覺得也沒有必要 所以我想當然他的幕僚 不管他的幕僚或是他自己 未來在講話上當然還是要更用詞 更加小心一點 那也不要這個是好意 可能是要跟謝榮介議員互相來拉台 就因為一個形容詞用得不好 那覺得說你在嘲諷我們台南人怎樣怎樣 我真的覺得這真的沒有必要 我想這個也是 侯市長在未來他在任何的發言上 他都必須要再小心謹慎一點 畢竟他現在已經不是市長 而是一個總統的一個國民黨提名的一個候選 來 玉慧姐這邊怎麼看 因為當然韋傑議員幫侯市長說話 那麼侯友宜昨天晚上臉書有盜竊 那今天早上受訪又再次盜竊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 確實侯穎的人士 侯市長阵營的人跟媒體這樣說 他說這就是民眾講話 常常用的口語的形容詞 希望綠營的議員不必借題發揮 那這樣會讓人家感覺到 那這樣子有所謂道歉的誠意嗎 玉慧姐 完全沒有 這枉費侯友宜在過去這將近一年來 因為他在選新北市長的時候 人家問他什麼樣的政策 人家問他新北市所有相關的事務 他都好好做事 連到他在議會裡面被尋的時候 問他非常多 不管是國際上相關的問題也好 或者是新北相關的問題也好 他也完全不回應 可是他得意忘形 所以我不同意剛才 韋傑議員講的這是草根 這不是草根 這是草包 他是一個輕服的草包 那他只是被提名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輕服草包的本質就已經完全浮現 他怎麼說台南的 因為跟他一起 因為這只不過是一場 當時這個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鄭寶欽 然後高鴻安也曾經都找過董事長開獎 也辦過這樣一場 這個應該是事先就安排好的 只不過你找來的這些 跟你一起串場的這些亨哈二將們 然後他過去的一段經歷 你竟然就講台南人 你還要不要台南人的選票 你講台南人沒眼睛 講台南人沒有福氣 那這個在台上就 這個謝龍介就馬上就說 那新北人就很有福氣 就很有這個眼光 那我想請教 新北人你感覺你很有福氣嗎 有安親班的老師 為小朋友吃安眠藥 那這個小朋友好有福氣 他的家長也應該覺得好有福氣 因為新北市的市政沒有辦法落實到 每一個安親班 然後這些托育的小朋友 才會遭受到這樣的情形 前一陣子有一位非常不幸 那也是新北市發言人的弟弟 那他遭到槍擊不幸過世 那他也應該很幸運才對 是不是這樣子講 所以有新北市的市長侯友宜 所以他應該要感覺到 有白酒 有福氣嗎 新北市的槍擊事件這麼多 被開了這麼多的槍 新北市民你們覺得你們很有眼睛 你們很有福氣嗎 新北市的市政包括前一陣的斷橋也好 還有非常多包括一些的相關的一些畢案 這個不管是殡葬處也好 或者是相對的一些畢案 涉服的一些事情 新北市民沒有被照顧到 難道他們覺得新北市民選出這樣的市長 是真有白酒 真有福氣嗎 所以才剛剛被提名一個禮拜 然後你就說你是心情急 所以你就口不擇言 所以我不理解 這個因為我們剛剛上一段談到了說國民黨內部 對於國民黨內部現在可能有一些隱隱然的風暴 我們是吃瓜的民眾 侯友宜他現在面對的其實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一題 就是郭台銘可能他的身邊有非常多地方派系的投人們 這些地方派系的投人們不管是議長也好 不管是地方的這個鄉鎮代表也好 這個跟侯友宜本來就已經不對盤了 然後你看侯友宜過去在國民黨所有的黨務上面 他有他的歲月靜好 郁政委員也曾經說過 在四大公投的時候 雖然我們立場不一樣 但是每一個人為了自己的立場相拼 那郁政委員為了國民黨當時我相信他也是出來 這個也講了非常多的話 可是侯友宜那時候一句話都不說 他做他的歲月靜好 這些本來都是侯友宜他要面對的問題 結果他只不過利用什麼樣的一個手段 讓郭台銘沒有被國民黨提名而已 他馬上這麼得意 可以說這個台南人 無罵酒無好奇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 就是輕浮的草包嘛 還不是一個跟韓國瑜比 他還不是單單的一個草包 韓國瑜還是一個有趣的草包 他是一個輕浮的草包 那接下來呢 他還會犯多少的錯誤 我覺得這就值得看下去了 侯友宜也為了自己的失言來道歉 而現在其實藍影對侯友宜 還是非常有信心的 覺得說侯友宜這個出身嘉義 嘉義人 家義人 家族人 有望這一次可以攻城略地 跨過濁水溪 那同一時間我們也看到民進黨的賴清德 也是選的戰戰兢兢 他昨天直攻了侯友宜在嘉義的本命區 我們等一下回來 一起來看